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情况 我们刚刚所说的是 如果指点是在同一直线上 现在如果指点是在同一平面上 因为同一个平面 这时候就有X坐标跟Y坐标 所以我们先从两个指点的重心 我们先来讨论 假设现在有两个指点 其中一个指点的重量W1 而它的平面坐标是X1Y1 而另外一个指点的重量是W2 它的平面坐标则是X2Y2 真的两个指点所组成的系统 我们希望用重心的重量 来代表整个系统的重量 我们希望用重心的力矩 来代表系统里面 这两个指点所产生的力矩 因此系统执心的重量 就是整个系统全部的总重量 而系统里面全部的总重量 因为如果这个系统 只有两个指点所组成 也就是如果这系统里面 只有W1跟W2 这两个指点 则系统的总重量 就是把W1跟W2 把这两个指点的重量相加 就变成了整个系统的总重量 可是重心的坐标 其中有关于X坐标的求法 我们把平面坐标 看成是两条束线 也就是一条X束线 一条Y束线 所以用类似刚刚束线的方式 因为第一个指点 它重心所产生的力矩 是W1乘上X1 加上第二个指点 它是W2X2 两指点的力矩加起来 等于系统 W1加W2 因为这是在X方向上的力矩 所以我们乘上X坐标 这是XC 所以重心位置的X坐标 这时候XC是把W1X1 加上W2X2 除上全部总重量 我们把W1加W2 这个就是两个指点 唯一一个系统 它的X坐标 而至于系统的Y坐标 如果两个指点 第一个指点重量W1 可是对Y方向而言 它有一个Y坐标Y1 对第二个指点 它重量W2 有个Y坐标是Y2 所以把第一个重量的力矩 加第二个重量力矩 这对双一点而言 它两个力矩的总和 我们把这两个力矩总和加起来 就是系统的总力矩 可是 我们希望用重心的力矩 来代表整个系统的总力矩 于是 系统的重量 就是整个系统总重量 W1加W2 这个系统总重量 我们把总重量乘上YC 这个就是整个系统的Y坐标 所以系统Y坐标 YC 就等于把W1Y1加W2乘Y2 两个加起来 这是全部总力矩 所以全部总重量 我们把W1加W2 因此透过类似的形式 我们就得到了 一个是X坐标的直行公式 一个是Y坐标的直行公式 透过这两个直行公式 我们就可以求出 两个直点为系统 在平面坐标上 这时候两个直点系统的直行 那如果今天 在一个平面上 有两个以上的直点 则我们就把系统里面 每个直点的总重量 所造成的力矩 通通相加 因为是在平面上 所以我们先求出 每个直点X方向的力矩 然后再求出 每个直点对Y坐标所产生的力矩 所以对X坐标产生的力矩 于是 第二个直点重量W1 它对超好点而言 它用力必是X1 这是第一个直点的力矩 加W2乘上X2 这是第二个直点的力矩 加上W3X3 这是第三个直点的力矩 其他还有很多点点点 把这些全部加起来 这是系统里面全部的总力矩 而我们现在希望 全部总力矩 我们利用重心的力矩来代替 我们把这些 每一个直点的力矩加起来 加起来是全部的总力矩 于是 全部的总力矩 我们希望用重心的力矩来表示 而重心的力矩 则把重心的总重量 W1加W2加W3 因为还有很多点点点 所以这些加起来是全部的总重量 乘上重心的作标是XC 所以XC就等于 第一个W1X1加第二个W2X2加第三个W3X3 其他依此类推点点点 所以把这些全部加起来就全部总力矩 我们再除上全部的总重量 所以除上W1加W2加W3加起来点点点 把很多很多点的动量加起来 所得到的结果就是直行的X作标 如果我们把指点的Y作标所造成的力矩 于是 第一个指点 W1XY1 第二个指点 W2XY2 加上第三个指点 W3XY3 其他还有好多点点点 于是 每个力矩加起来 是以Y作标为原点 所造成的力矩 则这个力矩 我们用系统的总力矩来表示 系统总力矩则是 系统总重量 W1加W2加W3 其他点点点 全部的总重量乘上力矩YC 结果YC就等于 第一个W1Y1 第二个W2Y2 加第三个W3Y3 其他点点点 把所有的力矩 通用加起来是全部总力矩 除上全部的总重量 这时候除以W1 加W2 加W3 我们把这些除起来 所得到的就是 系统执行的Y作标 所以我们就有了S作标 有了Y作标 这是在平面上的作标求法 我会把这些除起来的 如果我们来说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